李智誠算不算大賊? 這個就是賊,最下三艦的人 在六頂多年 奴盟革命領袖 這個絕對是賊 這個殺到手上僱的人 殺人殺到大亡 我想都比美赤箱 包括赤箱 包括赤箱 全部假暴冊,不過有四百萬人 是的 這兩個,一個是波爾布特 一個是鷹薩利 是嗎?就是赤箱 所以不能將李智誠說成英雄 將這三季說成漢奸 他對歷史給予一個新的看法 現在新時代,解放思想 什麼都好像幾百年前 漢奸、賣國等 弄得頭都緊張了 孫中山算不算是為我們的中國好嗎? 孫中山應該是為的 孫中山進行的是一場民主主義的革命 孫中山的思想是來自英國、美國 三民主義是來自林肯的思想 不斷地搞革命 那這個當時應該是革命 這個滿清是腐敗黑暗到這樣 你做他自己下台,他不肯的 是啊 沒有理由會自己下台 這個世界是沒有人會自己下台的 不推是下不了的 孫中山起碼,我想他上台 這個辛亥革命推動中國的進步 起碼現在的男人不用梳條鞭 如果沒有孫中山,我想我和你都是三條邊站在這裏做斑馬在線 不只做殭屍 孫中山很親英 孫中山是韓奸的 孫中山很親英的 很親美 他來過香港殖民地區發現英國的管理 將馬路秩序、衛生管得井井有條 他認為這是中國現代文明社會的典範 寫下來的 白紙黑字 我覺得孫中山最偉大的地方就是他很少中國人懷習慣 是 他已經12歲,已經去美國了 是 那時候,譚良山,都算美國 美國了 還未成為一週 去譚良山 有沒有中國懷習慣,我也有保留 他喜歡一個宋慶寧世幾十年,都挺色情的 這個沒有所謂的 這是普世難人價值 沒有所謂的 我想請問在朝廷的角度 孫中山算不算一個漢奸 朝廷的角度,不是漢奸 不過是顛覆和叛逆 叛國賊 叛國 因為那時候唯一代表中國的就是大清帝國 你走去發動革命 推翻大清 這個當然 這是造反